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频道 我是邪生贵 一个人性故事一 看有朋友给我留言 说想让我聊聊直不罗陀 本来挺烦 为什么 直不罗陀是西班牙南部一块 属于英国的海外殖民地 这么一个地 这个地扼守着地中海 和非洲大陆 其实最近的地方就几公里 好像就6公里 特别近 而且这个地方 一说他 就说的特多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没想聊这期 后来一想 跟士长大哥琢磨了一下 说说 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挺有意思的 直不罗陀 其实是在1704年的时候 就事实上归属成英国的领地了 到了1713年的时候 西班牙就承诺 直不罗陀这个地 以后就是你们英国的了 当然之后 咱们在节目的最后阶段 我再会说说他一些境况 也挺好玩 西班牙人为什么会同意 直不罗陀成为英国的一部分 这个地方谁占有证 谁就恶守着地中海 然后可以把整个的地中海 变成自己的内海 所以说这么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地 你说西班牙人吃饱撑的 为什么一定要给英国人 其实这个就是双方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妥协 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知道 在1704年 这个特殊的年份之下 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欧洲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西班牙的王位继承站 这西班牙的王位继承站 从广义上来说 从1700年一直打到1715年 从侠义上来说 几方真正打仗也就打到1713年 不好意思啊 各位 这个怎么回事呢 这个事其实就是最早的时候 统治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决四了 哈布斯堡西班牙王朝的最后一代国王 叫卡罗斯二世 卡罗斯二世有一个名字 叫着魔者 卡罗斯二世 您听这名都知道 神经病 这哥们 因为我不知道各位了不了解 这哈布斯堡王朝近亲结婚 而且特别有特点 您上欧洲的各个的美术馆里面 您看看 凡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 那个画像都特有特点 那脸咱就说实话 都是地包天 下面桌朝前 就那样的 地包天这个样子 因为都是近亲结婚 所以很多基因缺陷 展露的就特别明显 所以 卡罗斯二世 到他这的时候 本身身体又不好 体肉多病 再加上长相也不怎么样 身体上其他的缺陷 什么阳尾 什么智力下限 什么癫痫 各种毛病就都有 经常没事 开始开始混 然后就疯了 所有这么一名 1700年的时候 这德哥死了 这德哥死了以后 没孩子 本来说的挺好 把王位传给自己的侄子 这侄子更不争气 比这个书死的还早 于是在卡罗斯二世临死之前 就立遗嘱 给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 他们家孩子 他们家孩子叫菲利普 著名的菲利普 这个菲利普除了是他姐姐的孩子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是路易十四的孙子 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子 菲利普 这个菲利普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西班牙波皇王朝的第一任国王 菲利普世 这一下英国就看出来 这个有可能会有麻烦了 为什么会有麻烦呢 如果说把王位西班牙的王位传给了路易十四的孙子 那很有可能这孙子就想办法要跟他爷爷合并 对吧 所以说很有可能法国跟西班牙以后就是一个地儿了 对吧 英国人是最不能接受在欧洲大陆上出现一个能跟自己抗衡的对手的 而且当年的西班牙海外占有了很多的殖民地 除了南美洲那一大片之外 像什么米兰 纳布勒斯 这些在欧洲 现在意大利境内 当年神圣罗马帝国境内 他也拥有大量的殖民地 所以当年的西班牙可不弱 法国就更强了 对吧 路易十四太阳王时期的法国 几乎是法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 对吧 您看现在很多欧洲人讨厌法国人说法国人太骄傲 为什么骄傲呢 其实就是路易十四给他们留下来的这一套可以教的东西 所以英国人绝对不能接受这么一点的 但是英国人在历史上 现在咱们老说一切责任归咎于美帝 在那个时期就是一切责任归咎于英帝 英帝从来的策略是我尽量不亲自下场 窜着你们自己内斗 你们内斗完了之后 我坐收迂风之力 这个是英国人一直以来的一个基本的操作 于是他就把目光找到了神圣罗马帝国 跟神圣罗马帝国当时约瑟夫一世 皇帝约瑟夫一世就聊 你说现在西班牙这哈布斯堡 对吧 你也是哈布斯堡 你们俩沾亲戚 一旦西班牙国王成波旁了 你就跟他不沾亲戚了 是不是 你说这个对吧 以后这地儿有一个波旁 再有一个跟法国人似的跟咱对抗怎么办 约瑟夫一世有道理 然后就希望支持自己哈布斯堡的人 过去继承西班牙王位 于是乎你看法国西班牙 英国什么普鲁士 什么意大利 这一大堆其他的这些地方 就联合起来 跟这两个国家打了一场所谓 这就叫王位争夺战 西班牙王位争夺战 于是在王位争夺战的过程当中 在1704年的时候 当时英国人还有所谓的同盟军 同盟军除了法国西班牙之外 其他的军队都叫同盟军 除了英国跟同盟军 在欧洲大陆上的处境非常危险 法国是一路勾搁猛进 他也不在这场战斗特别逗 叫王位争夺战 叫西班牙王位争夺战 但是大部分的仗没在西班牙境内打 一直是在欧洲大陆其他地方打的 什么第三国 什么瑞士就在那一片地方打 甚至法国人当时还长驱直驻 差点打到了今天的意大利的境内 一直在那边打 当时在欧陆上 法国人高歌猛进 确实拦不住 于是英国人就决定 咱得搞点小动作 什么小动作 绕到了植博托海峡 植博托海峡 这块把植博托这个地方给占了 这是1704年的事 英国人琢磨着 你说光有境外势力干涉 这不行 对吧 还得有国内还得有带路党才行 要不然的话 您这国内没人带路 我都不知道去哪 于是英国人就看上了一个特别著名的西班牙的现在的领土 叫加泰罗尼亚 加泰罗尼亚这地儿 民风相对来说比较彪悍 从1792年西班牙完成了800年独立战争之后 基本上就一直处在想要独立的边缘 英国人就找到加泰罗尼亚了 你不是想独立吗 行 你帮着我 还有你们这帮大哥们 帮着我们几个 把王位争夺回来 争夺给咱哈布斯堡的人 争夺给咱哈布斯堡的人之后 你放心 我让哈布斯堡的人让你们独立 以后你们这儿就自己成一块了 加泰罗尼亚人一听英国人说帮忙 那咱帮吧 对吧 于是就加入了反对西班牙王室的战争当中 反正仗具体怎么打的 刚开始的时候 法国人高歌猛进 然后后来陆地之上就不断的受挫 然后在地中海的航线 各种的海上运输也被英国人骚扰 所谓各个打仗的之间参战国 基本上都属于是精疲力尽 非常的难堪 到了1711年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 什么呢 就是之前咱说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叫约瑟夫一世 约瑟夫一世一死 他的继承人所谓查理大公就继承了 这个查理大公之前可是有希望成为西班牙国王的人 于是英国人一看 这事又发生了一些小变化 什么变化呢 一旦查理大公他既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也是西班牙的国王 那么在欧陆上就可能出现一个跟法国西班牙合并之后 同样的对英国人不利的局面 于是当时英国女王 安妮女王就决定我们要退出这场战争 你说这个战争是我英国人调下来的 那我现在苹果是三寸不乱之声 还能给他说回来吗 英国人就反正各种找西班牙人找法国人找神圣罗马帝国的人去做工作 给你许这个给他许那个 比如说跟法国人说你这样咱俩别打了 法国人今时候我没想跟你打 你这非得窜着他们跟我闹 是不是 咱俩别打了 咱俩以后和平相处 是不是你看你站在那么多地 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什么欧陆上那些地方 你那个滴滴几国 你就站着吧 我们就假装没看见 你现在停手就完了 你别帮着西班牙了 行 反王一听 反正我是打半天了 百天战争也打这么长时间了 得了 跟英国人和平和平 就和平了 又找到神罗 跟神罗说 你看看你这么多地盘 是不是 现在都被西班牙人站着 我去跟西班牙人说说去 把这些地盘退给你 对吧 退给你之后 你说你这领土大了 西班牙人以后在咱欧洲的地位 也相对来说更低一些了 你是不是坐着也安稳 西班牙深圳罗马帝国一想说的道理 就同意了 又找西班牙 你看你们西班牙境内 现在可是有你们自己的一帮反贼们 在加特罗尼亚地区搞独立 开始我们支持了 现在我们想明白了 世界上只有一个西班牙 西班牙领土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只承认西班牙一个政府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我可以允许菲利武士当国王 但是你菲利武士不能同时是西班牙国王 也继承法王王位 西班牙一听那行吧 对吧 你说反正打这么长时间 我们本身已经是一个日落西山的老帝国了 对不对 我们海外殖民地什么实际控制权在卡洛斯 他爸那一带就基本上就已经都没有了 对吧 能停下来不打了 这是好事 得了 干脆我就同意你了 既然我们这能和法国多少 我们毕竟还沾亲的都叫波旁 全都姓这个 对吧 全都姓波旁 我们多少还沾着亲 我们就答应 于是己方就答应 于是双方 己方下来就签订了一个协议 这是1713年的事 但是因为西班牙要涉及退还奥神圣罗马帝国土地的问题 所以他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单独又签了一个协议 那是在1715年标志着整个王位继承战争才结束 那这事跟直播国有什么关系 西班牙人签完了这个协议之后 就跟英国人说 我们这有一个地儿 加特罗尼亚 你们之前也提到过 这个地儿一直要闹独立 我们看了一下缴获的装备 上面都是made in英格兰的 我知道你们这个私底下给了加特罗尼亚人很多的支持 你们现在 你既然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西班牙 西班牙主权不可侵犯 对吧 加特罗尼亚的领土永远是西班牙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么你就别再支持加特罗尼亚了 英国人说没问题 不支持加特罗尼亚 你这是强盗进家 抢完我冰箱之后 把冰箱倒腾一空 你这送回来 还得顺走我一个电视 您这好家伙强盗 但是没辙 为什么没辙 直不罗尔这个地儿特别有意思 他别看一边是临海 背面可是山 于是在直不罗尔这个地方 一旦沿着山去压缩兵力 去建立这个堡垒的话 您从陆地上是很难攻破的 想攻破他就得走海上 但是西班牙的海军虽然不是很怂 但是比起英国人来说 那是非常的怂 因为毕竟一百多年前 1588年的时候就输给过英国人 而且从此之后一蹶不振 真的是走哪被人欺负 这么一个事 要么他的海外殖民地也不会丢 西班牙人一琢磨 我也拿不回来 直不罗尔干脆顺水推收 我送个人情给你了 你只要不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整个欧洲已经签完和平协议了 于是整个欧洲反抗西班牙人的热情都已经消散了 出了一个地方加泰罗尼亚 加泰罗尼亚人是真的想让自己独立 于是也不管你外头是停是没停 你也不管你怎么着 当然他也不可能知道 为什么 签协议的时候 英国人跟神圣罗马帝国的人 刻意没有告诉加泰罗尼亚人 我们已经停战了 于是双方都已经撤兵的时候 加泰罗尼亚还在进行反抗 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了 1713年签了协议 英国人跟西班牙人达成了一系列的让步妥协 英国人占了很大便宜 从加泰罗尼亚撤军 而且不再给你加泰罗尼亚任何的所谓的军事援助 也不给你钱了 到了1714年 也就是签约的第二年 西班牙王室的军队就正式开进了巴塞罗尼亚 本来前一年1713年的时候 加泰罗尼亚地区已经通过了第一部宪法 说我们这已经事实上独立了 到了1714年 巴巴塞罗那被西班牙军占领 废除了所谓的加泰罗尼亚的第一部宪法 又把加泰罗尼亚并回了整个西班牙的版图 加泰罗尼亚的事咱以后再有机会再说 说为直伯陀 直伯陀多年以来就一直是在英国的统治 很多人也都知道 英国跟西班牙这两个国家的实力不可同志而语 英国毕竟还是要稍微的牛那么很多的 尤其是到了二战之后 到了二战之后 虽然西班牙一战二战都没有参与 但是西班牙在一战过程当中爆发了很多次的内乱 当时的西班牙是所谓第二共和国 我给大概稍微跟大概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一直持续到了1939年 就是所谓西班牙内战打完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才完 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 短暂的二十年的时间当中 前后换了26任政府 您就知道当时西班牙内战有多乱了 于是在二战的过程当中 虽然西班牙没有参与一战 但是国内的行驶非常糟糕 没有参与二战 但是之前打了一次所谓西班牙内战 然后弗朗格上台之后 经济形势也没有那么好 于是在1970年代当时的全世界的殖民地的所谓的独立 或者说重新回归祖国的热潮之下 英国人也想把加特罗尼 也想把直伯陀这个地方再还给所谓西班牙人 于是在直伯陀就进行了一次公投 有大家看看是想继续让英国人统治 还是让西班牙人统治 后来公投结果特别的夸张 97%的人同意让英国人继续统治 我们不要回西班牙 西班牙人太懒 西班牙人太穷 我们还是觉得英国人好 这帮卖国贼们 你也不看你们祖先都是西班牙人 所以直伯陀这个地方特别逗 在原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因为英国不是申根国 所以说你作为申根国到英国去 比如说像我 咱也不是欧洲人 也没有欧盟绿卡 拿着申根国的签证 你是不能直接进直伯陀的 你得在门口办一个英国的签证 你才能进去 当然相对容易一些 没有那么复杂相对容易一些 你才能进去 西班牙人到法国 现在都是欧盟了 也都是申根了 到法国开车路上连个安保都没有 什么北京到天津之间 您还得设一个卡 法国意大利 法国跟西班牙之间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开车直接开过去就完了 你都不知道国街先在哪 但是你西班牙人到直不落得去 得办手续 就是这么一个事 但是英国脱欧了 英国原来还是欧盟国 后来脱欧之后 通过观察期之后 直不罗陀的问题就比较尴尬了 你说这直不罗陀怎么弄 它又不是欧盟 又不是申根 我们毕竟交通起来那么不方便 这可怎么办 于是直不罗陀就成为了一个特别特殊的地方 它是申根国 但是它不是欧盟国 就是现在的情况 所以说比如说像您要有申根签证 您去直不罗陀是可以的 但是它在欧盟的一些权利 一些什么地位 这个就不太享受了 得了 跟各位闲聊几期 希望各位喜欢 拜拜